觉得很困扰 轿车软体手指一点三五分钟 车来到家门口 但这种便利性却疑似让诈骗集团 把歪脑筋动到计程车司机身上 客人轿车后用软体传讯息给司机 询问能不能帮忙到超商代码缴费 2045元会额外再多给1500元小费 计程车司机当下觉得不太对劲 却无法取消载客 原来关键在这里 客人轿车就定在这条小路上 但是一般车子根本无法开上来 因此司机只能停在马路旁边等 但是系统侦测不到司机到底到了没 因此司机无法取消这笔订单 也无法继续载客 根据规定计程车司机无法任意取消行程 除非在软体上侦测到已抵达乘客指定的上车点 原地等待超过五分钟 客人没出现 司机才可以主动取消 否则在未抵达的情况下取消 可能会影响司机评分 部分司机确实有被骗 司机是可以取消的 但是他会去累计司机的所谓的取消率 然后你可能会被停四个小时 司机疑似接到诈骗 进退两难 车队业者回应 遇到一律客户可以回报客服 说明理由 就可以顺利取消这笔载客行程 只是遇到客户有任何需求 还是要提高警觉 三选周冠荣家 三选周冠荣家